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貓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超恐怖日式恐怖遊戲 《零月十的假面》 在去年重製的《零如鴨之巫女》大獲好評後 這次重製的這款有什麼不同呢? 作為最佳恐怖遊戲受眾的我來說 肯定是很有說服力的 那麼就來跟大家簡單的介紹分享這款遊戲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下一支的影片更新喔 好的,那麼我們馬上開始! 《零月十的假面》 這是一款日式恐怖的冒險遊戲 作為2003年的重製版 這次也有小小的升級喔 新增了擺拍拍照的功能跟角色的服裝 那麼它的故事背景講述的是一座龍月島 在這裡每10年都舉辦龍月神樂的活動 但卻有5名少女在舉辦時遭到了神癮 雖然後面少女們都被找到了 但卻也失去了所有的記憶 10年後,失蹤的少女兩人相繼死亡 為了解開朋友的死亡之謎和尋找記憶 剩下的三人又重返了龍月島 故事就這麼開始了 《零》系列最著名的特色 就是可以透過攝影機來進行擊退跟封印 使用攝影機來對怨鈴造成傷害 或是拍攝可疑的地方的時候 可以拍出解謎的線索 在這一作中要尋找的解謎順所跟物品更加的仔細了 老實說恐怖遊戲我實在是非常的不擅長 應該說任何的驚嚇點我都非常的買單 無論是那種突然衝出來的還是僅僅只是音樂變了 但是在這一作的恐怖成分有分成很多種的小細節 遊戲的場景都會是一個範圍內的探索 轉移視角的方式比較像是電影運鏡 你會感覺到你想轉身的那一刻可能有東西在後面的那種恐懼感 想著哇我現在一回頭會不會有一顆腦袋直接在眼前 還有撿東西的時候主角的動作非常的緩慢 下意識的會補盡腦袋資訊的恐懼感遍布全身 生怕伸出去的手突然左右衝出個鈴出來 除此之外每個區域的場景都會切換音樂 讓恐怖的氛圍更加昇華 甚至牆上每走過一段路都會有面具 房間的人為痕跡等等 這些細節的小東西的不同都會讓你多看一眼 更增添那種恐怖的氛圍 好像這個什麼東西的什麼地方啊 晚點回來我來看 會不會等一下就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那遊戲中裡面的鈴有大致分為三種 透過正上方的羅盤可以看出紅色是帶有攻擊性的怨靈 黃色代表的是浮遊靈 藍色是其他類型像是地浮靈之類的 一邊想辦法解決這些怨靈 一邊找到遊戲裡面解謎的內容 常常會遇到像是有一些打不開的門跟謎題等等 有的已經告訴你謎題的答案了 你也大概知道要怎麼解謎 但這次要花時間找一個恐怖的女娃娃 來解開被娃娃封印住的門跟鎖 每個場景裡面都有線索 需要透過攝影機拍下之後才能獲得線索或是解開封印 這個娃娃真的相當不容易找 她可能會藏在場景裡面的角落 像是倒下書櫃的邊邊角角、遮起來的窗簾後面等等 這些都會讓你除了要防範襲擊而來的靈珠 看到任何的地方都需要很仔細 可能她都會有娃娃 玩著玩著都超怕被突然衝出來的靈嚇到 光說要拿著攝影機對她一陣猛拍輸出已經夠折磨了 這個攝影機還有一個冷卻時間 鬼都要撲上來了 一邊後退一邊對著拍整個嚇到不行 更不用說是後面搜索整個地方的大小細節 恨不得現在就馬上想蹲下大喊 不走了我不走了 那遊戲在一開始的時候會有難易度的選擇 主要的差別在於傷害量跟血條的差異 那你如果已經選擇了難度之後後續是無法更改的 不過也有很多在遊戲裡面可以增加傷害的方法跟道具 像是攝影機可以在遊戲故事的主線中撿到強化的鏡頭 讓你可以閃避敵人的攻擊和知道月靈的血量等等 或是地板上的碎片可以強化相機的冷卻時間等等 如果是比較消耗性的底片 耗材也能夠提升傷害 那在玩的過程中有時候會遇到建築物的遮擋 在聚焦的過程裡面如果遇到建築物 像是手、牆壁等等的 相機的鏡頭沒有在一定的比例聚焦在月靈身上的話 攝影傷害的毒條就會直接下降 需要重新聚焦 那麼拍攝這些零所獲得的點數可以拿來買補品跟底片 另外在通關遊戲的過程中 如果要說最不恐怖最安全的橋段就是卡關的時候 遊戲的設計則路線設計得非常非常明確 一定要滿足什麼樣的條件下一個階段它才會開始 而且將多數不相關的房間都會直接上鎖 所以如果有發現怎麼樣都有點卡關的話 在這段路上絕對會在你打開門或找到新東西之前 來來回回的這段路上絕對不會有意外的靈會讓你嚇到 遊戲橋段其實會像前期他有安排一些地方需要找娃娃 相當相當的不容易找 甚至有幾個比較刁鑽的位置 需要來回走個三兩趟才好不容易找齊 那對於解謎沒有那麼擅長的可能這邊會覺得是真的像在玩純解謎 那這段路上呢因為你沒有滿足條件的狀況之下 都走了這麼多次了會有種脫離那種想像恐怖的感覺 對於這種恐怖遊戲來說最害怕的不是關注的門 而是突然可以打開的門 因為等等呢可能都會有各種的意外 好啦雖然前面也有分享一些那我這邊來分享一下我自己遊玩心得 雖然我是非常害怕恐怖遊戲的人 那恐怖的類型呢遊戲有分得非常多種 像是不能夠拿武器只能逃跑的啊能拿武器打怪的等等的 會覺得恐怖遊戲難道不就是突然跳出來嚇人而已嗎 我覺得這款遊戲要完美掌握了腦袋中想像恐懼的那種恐怖感 今天我怕的不是這個靈也不是怕他衝出來要把握 而是我怕這個靈呢在我沒有想像到的時間毫無預警 甚至是我放下戒備的時間點直接衝出來 從開頭呢就告訴你這個神隱的事件啊失去記憶面具等等 而這些要素呢都會在身邊的場景 像是牆壁上的面具 病床診療室的日記啊紙條等等 都為這個神秘的世界讓你更增添了驚悚感 如果要說這個遊戲最怕的就是需要轉身的時候了 那因為這款遊戲它的設計運鏡比較像是電影運鏡的關係 不只能說超壞的 會讓你第一個瞬間會覺得沒看到東西安全 結果下一個瞬間閃過靈又出現還特寫 直接人體警報從靈拉滿 不過靈出來之後呢基本上反而不會那麼害怕了 接下來呢就是用攝影機跟靈搏鬥的過程 可能有些靈啊長得面目猙獰啊 就要注意手會不會抖 因為每次的拍攝之後都會有冷卻的時間 如果沒有拍得很準呢 多多少少也會有心慌的感覺 但比較接近類似於普通動作遊戲落賽的感覺 而不是恐怖遊戲的那種恐懼成分 那簡單來說呢 這款恐怖遊戲就是能夠讓你自己嚇自己 一切到位 看看你的腦袋吃不吃這個口味囉 好啦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有興趣、喜歡這款遊戲的話呢 影片的資訊欄我有放購買的連結 歡迎膽大的人來挑戰 我是小貓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噢靠 真的沒嚇到 我現在連螢幕我都不是很敢看 我都只敢看副螢幕小小的畫面在玩遊戲 我真的好害怕喔 而且你們知道這個遊戲它的運鏡它轉的是比較 比較緩慢一點 它那個氛圍感就像是 你很害怕然後你慢慢轉的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我現在弄搞得我自己更怕 然後牆上還掛一些奇怪的臉 我這洗髮我這快瘋了 哈囉你好啊我是笨笨唷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人趕快訂閱我喔 掰掰